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士林夜市建坛山青山步道体验 今天要来聊聊关于说建坛有一个青山步道 我必须老实说,身为士林人,活了三十几岁 我从来不知道建坛有一个青山步道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我一个国中同学 他就是全家人去走这个所谓的建坛青山步道 我才叫说,哦,原来在士林夜市的旁边 竟然有一个这么近的青山步道 我竟然还舍近求远,跑去什么象山啊 后山皮那个步道,就要走超远 然后坐车什么,舟车劳顿 明明就是士林夜市就有一个了 那今天,因为天气其实不错 你现在听的录音当下 其实我是在就是廉价的第三天 经过的时候觉得说,哎,对耶 就是我突然想到说 建坛这边有个青山步道 我从来没有走过 身为士林人竟然没有去走过 就觉得事不宜迟 那必须跟大家说一下 我当天穿的是个时髦的大衣 就是感觉等一下衣服要去逛信义区的样子 但完全不适合爬山 但是我就本着,你知道说走就走的心态 我就穿着那件时髦的大衣 里面是穿着一件宝T恤啦 但就是爬了上去 那就把大衣挂在我的包包上 那至于这个就是青山步道的体验 我也可今天来好好的聊一下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特色咖啡厅 叫做Heritage Bakery & Cafe 位于台北车站的这间 就是知名的,应该算是甜点咖啡厅 它的甜点非常的厉害 厉害之处呢 我当初第一时间会认识到这间店是因为肉桂卷 因为它在各大的媒体里面 只要是谈到肉桂卷的排行啊 或是什么台北必吃的肉桂卷 这间店都会榜上有名 甚至之前像也有跟一些 就是超商或是一些联名合作 非常有名的肉桂卷名店 有时候去吃肉桂卷不一定吃得到 那我有几次就是吃了他们家的蛋糕 也是为之惊艳 那我必须说他们的肉桂卷是属于那种 它的面体不至于到像星巴克的肉桂卷 这么的像吐司 但是呢,它也不到那个trimbrus 这么的黏介于中间 所以你本身如果就是没有办法忍受 那种trimbrus这么黏稠的口感 但你又不喜欢那个星巴克 像是吐司的那个面体的话呢 这间的肉桂卷呢 它就是介于中间 浓鲜合肚 就是你吃起来既有那个浓稠的感觉 但又不至于太就是勾 但是它又朋友到那个面包吐司的那种 就吃起来感觉就是在吃吐司沾肉桂酱 但是不至于 就是他们家完全就是介于那个口感中 非常的浓鲜合肚 那它上面的肉桂呢 就是也非常大方的淋给你看 就是拍起吃到来就是闪闪发亮 那它的肉桂味是偏有一点点辛辣感的 那味道也是非常的浓郁 比起外面那种面包仿卖的肉桂卷 你就可以吃到明显那个肉桂味重很多 就是喜欢肉桂千万不要错过 那除了肉桂卷之外 他们家的红巴勒蛋糕 真的是我吃到就真的是嘴内高潮 你吃到就想说 这个滋味怎么我之前没吃过 以前你点到这种红巴勒蛋糕 你想说就简直吃蛋糕 你点什么巧克力或草莓 或什么起司乳酪之类的 不会想要点个红巴勒蛋糕 那有一次我经过之后 刚好就是没有肉桂卷 我就点了这款 他们号称是他们的就是招牌 点了之后我吃了一两口 怎么会这么的巴勒 怎么会这么的好吃 就是如果你本身喜欢吃蛋糕的话 如果肉桂卷你已经就是有点吃腻了 这款真的可以吃一下 那还有他们家的软饼干也是蛮有名的 就是如果你本身也是软饼干控的话 他们家的软饼干也是说是卖的蛮快的 但是他们家价格 比起我之前推荐的 其他间的软饼干 就是专卖店的 他们家的软饼干算是比较贵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接受的范围 就是你如果内容搭配咖啡 就是可以享受那个氛围 我觉得非常OK 那他们家这个店面的装潢 就是网美店 没什么好说 就是还蛮好拍的 然后有很多角落都可以拍到 不错的取景 加上他店内的音乐也没有很大声 蛮适合约会聊天 然后或是跟朋友去hand out 来个下午茶也是美败 整体来说就是一个 你去可能要稍微 就是看一下时段 有些时段就是可能要排队 因为他们店家其实也有卖一些brunch 所以它不管是早午餐系列 或是下午茶就是甜点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客人 我想去吃 所以建议啦 就是你去之前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一下 有没有位置啊 甚至可以提前定位 那这样去就不用排队 甚至你可以先站定一些 如果你想要的甜点去 才不会铺空 这间叫做 Heritage Bakery & Cafe 它是位于台北车站周遭 那如果详细的资讯 你想知道的话呢 请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锁定限动 我会放24小时之后 会移到特色咖啡厅跟所谓的漏柜卷的精选区 大家可以按图锁记 有经过的话去吃吃看咯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是林夜市的建坛山青山步道 到底有什么有趣之处呢 这个步道如果对于你是那种亲子 或是你本身就是做大众交通工具的人的话呢 超级方便 因为它就是从建坛站的二号出口 你出来之后直直走 大概不用五分钟 就可以抵达它的那个登山路口 就是这么的快速 比起其他的那什么象山 或是我刚刚说后山坪那个登山步道 都还要再稍微走一段路 就是真的要maybe十分钟左右的路程 但这个真的是maybe五分钟就到了 你看Google Map的那个 就是一个直线就到了 那上去呢 我个人觉得它的难度真的是 就是很baby级的难度 我看到很多室友人带狗上去跑 那狗就让它自己爬上去 然后要带小朋友去 那小朋友去可能如果也是那种 学龄前的小朋友 可能有些比较高的台阶 就是你爸妈要稍微辅助一下 但整体来说 你爬上去到上方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 大概从最底下 你要爬到上面真的不用三十分钟 就快步伐大概三十分钟 就一定可以抵达 慢的话大概四十分钟 一定可以抵达上面那个景观台 而那个景观台呢 你可以遥望整个台北市的街景 除了就是你知道 它旁边就是圆山大饭店 你当然就是可以看到圆山大饭店之外呢 还能够看到远方的台北101 甚至是最近在网络上面爆红的一个新的市领夜市地标 来市领夜市你在建坛站你一下车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它的造型呢就是被骂翻 就被人家说是共玩摆 叶根出血糕 三个融合一体的一个造型 外面就是一个大的球状的就是建筑物 一定你出捷运站一定会看到它 它的名字叫做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在2020年的3月它已经是营运了 现在已经有一些陆续剧场的演出啊表演 已经在里面已经开展了 但是实际里面还有一些入住的商店 跟有一个30分钟的体验馆 从一楼你可以走上去 然后它30分钟是只有只进不出 它出口在另外一方 就是那个体验馆还没有开放 它预计应该是之后才会正式的对外营业 但现在已经陆续有一些艺魂活动啊 或是一些剧场已经在里面开卖 甚至已经开始就是可以进去里面观赏了 而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呢 在你往上走大概10分钟 就会到达一个平台 那边有个庙宇 你就会看到有人在唱卡拉OK 有些人在做一些伸展抄 那边其实大概90分钟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跟整个士林夜市的街景 那你必须在往上走个20分钟 才能够到达我刚刚说的 更高楼层的那个观景台 那个观景台就真的可以看到101 跟整个基隆河 那如果你想要抵达 就是它的指标上面 它上面其实都有蛮明确的指标 有个指标叫做老地方观景平台 如果你想去这个知名的老地方观景平台 它就在它的山的零线上面 就大家熟知那个健身据点 必须可能从最底下爬到最上面去 可能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就是比较远的一个地点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抱着 你今天就想要去慢慢走 慢慢欣赏的话 那不妨你可以走到那边去打卡拍个招 因为那边会更辽阔 比起我刚刚说的那个山顶上面 那个平台来说 那边就是更辽阔一点 那这一次我并没有走到老地方 我就是本来想走过去 但是碍于我真的上山的时间比较晚 四五点的时候 上去的时候我怕如果再走到那边 再走下来有点晚 所以我就攻顶到上面的那个观景台 然后在附近稍微再晃个几圈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路线 之后有机会 等我就是装备比较真的是运动一点的时候 再前往老地方 因为我今天真的是穿的一身 就是等一下我可能要去 新一区逛街的装扮上山 我觉得路人看到想说 那个先生是不是走错场地 因为大家真的都非常认真的 就穿那种登山啊 袜子啊 登山拐杖啊 登山背包啊 绑头巾啊 那我一个人就穿那个 你知道 时髦的西装 牛仔裤跟 根本不适合爬山的一个造型的鞋子 上山就走上去了 但就是真的还蛮轻松 所以我觉得难度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穿的比较轻便一点 你想上山也是OK的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就是如果你是新手 你本身没有什么爬山经验的话 它是只要体力还行 就一定可以复活得了 一定功得了定 一定可以上去 而且最近天气就是还算凉凉的 比起就是七八月来说 然后现在上山是还蛮OK的季节 但是我会真的 真心要跟大家建议一下 不要喷香水 或是有任何香味 因为现在因为有时候就会 那时雨时停 然后阴晴不定 就是这几天可能是梅雨季节 加上是清明廉价 可能前几天有下雨 然后今天的蚊子就超爆多 虽然天气颇冷 所以蚊子的那个就是比较不会顶你 但是你可以看到上空就是很多的蚊子 因为可能这几天刚好下雨有积水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要去 爬爬看或走走看的话 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喷香水 也不要插一些有香味的乳液 然后穿着尽量去穿白色系 不要穿黑色系 不然会吸引蚊子就是靠近你 那最近天气还凉凉的时候 可以趁机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非常蛮好的体验 因为它就是真的离街运站很近 走路很快就可以抵达这个路口处 然后它的指标也做得蛮好的 可是我建议就是不要一个人去 建议就是结伴同行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它有些小路是没有石子 是泥巴路 所以下雨天其实不建议 就是你可能鞋子会脏掉之余 也是容易滑倒 而且它下山之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士林夜市 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士林夜市了 所以去爬完山之后 你还可以去逛士林夜市 然后又可以体验一下那个夜景也好 你可以傍晚去 然后五六点下山 可以看到白天的 然后世荣 然后晚上的夜景 是个还不错的选择 那在此提供给你咯 好啦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要去哪个平台 欢迎你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外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或是用Apple Podcast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一点意见 或是你的故事 或是你想提出的疑问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